Gemmary新疆金絲育發布會 今天上午在Westfield and Anita舉辦 Gemmary和廣州金絲育文化促進會合作 來共同舉辦一個私人鑑賞活動 活動中展出發掘在中國新疆絲綢之路 被譽為中國翡翠的珍貴罕見玉石 Arcadia市市長岳志超 Arcadia商會CEO Scott Herrick先生等等 政商界人士出席了發布會 金絲育亦都被稱為中國翡翠 被發掘在著名的絲綢之路的沿路 中國新疆的郭壁沙灘 經過上百萬年甚至上億年的太陽和風沙洗禮 這種玉石擁有獨特流光日彩的色彩 光澤和清透度 金絲育在中國市場被熱烈追捧 主要原因是它的光澤度 顏色種類多樣性和珠寶可塑性等等 Germarie很高興和廣州 金絲育文化和商業協會合作 為美國市場帶來了這款肉石 Germarie意在融合 東西方文化 並打造出中西合璧的新榮珠寶 鑑於金絲育的色彩 和大小的豐富性和可塑性 Germarie將會設計出更多經典的珠寶系列 金絲育是中國新疆的寶石 它是珠寶界的新貴 它是色彩豐富 顏色艷麗 還有它有天然的光澤 就是寶石裏面的一種比較珍貴的珠寶 都適合各方面人士的佩戴 和藝術品的欣賞 我們最初的宗旨 就不是只想賣這麼簡單 我們想看看可不可以融合 這麼富有中國色彩的寶石 這麼顏料精彩的寶石 combine with 我們美國大眾化的口味 fashion trend 來創造一種新的形態 新的珠寶系列出來 天牙維士忌者黃蔡採訪報導